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是我个人的微信 然后旁边的这个二维码就是Posa社区的机器人的微信账号 那么如果大家在这个使用Posa还有PosaFunction的过程中有任何想要讨论的 或者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除了可以通过Bithub的issue以外 也可以通过微信与我或者说与这个社区的这个机器人家群以后进行一个相关的交流 然后另外的话我还想介绍一下Stream Native Stream Native是一个开源基础软件的公司 那么它是由Apache软件基金会顶级项目Apache Posa的创始团队组建而成的 围绕Posa呢打造下一代云原生溢流融合的数据平台 那么Stream Native作为Apache Posa的商业化公司 专注于开源生态的社区构建 然后致力于前沿的技术领域的创新 创始团队的成员呢曾就职于Yahoo Twitter Splank还有EMC等知名的大公司 那么如果你对Stream Native的工作感兴趣的话呢 也欢迎投递简历 对然后也可以直接联系我 我可以帮忙内推 那么感谢大家听我说了几分钟的口水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进入本次分享的主题 本次分享主要会包含四部分的内容 我会先从当前社区版本在云原生环境中的现状入手 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Stream Native Cloud 还有我们相关的客户 在关于Posa Function遇到的一些问题和挑战 那么接下来呢 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下Function Mesh 我们基于Posa Function和Kubernetes开源的一个operator 然后用来将Posa Function 以更原生的这个云原生方式运行在Kubernetes上 第三部分呢 我会和大家介绍一些Kubernetes能带给Posa Function的新能力 拓展Posa Function的可能性 最后的话 我会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Function Mesh的一些未来的计划 那么能希望通过这次的分享 让已经在使用Posa Function的用户呢 有一个新的了解 然后也能让不曾了解Posa 然后不曾了解Posa Function的用户 能够理解Posa Function的价值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一部分的内容 也就是Apache Posa在云原生环境下的现状 首先的话呢 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Posa 近年来呢 这个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开发者 开始选择和使用Posa 那么大多数的这个原因呢 可能不尽相同 但是可能有以下的几点比较重要 首先的话呢 就是Posa有着非常好的性能 根据Stream Native的测试呢 即使集群中有上万的topic和partition Posa依然可以在对消息进行持久化的前提下 实现很高的分土和可预测的一定延迟 那么这远好于当前流行的一些其他的消息系统 当然这个相关的测试报告 你也可以从我们的官网 或者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获取 那么感兴趣的同学也可以去了解一下 另外一个呢 是Posa做是一个极为吸引人的特点呢 它就是具有非凡的弹性 也就是说当你需要扩充这种集群的时候呢 向集群中增加新的节点 不论是这个Bookkeeper 还是说Posa的Bookkeeper 集群都可以立即将新的工作复杂 分配到这个新的节点上去 而无需等待集群中已有的数据进行重新分布 或者说这其实是一个对运维极其友好的特性 然后大大降低了集群扩容的一个复杂度和风险 此外的话呢 Posa原生还支持了很多对于大规模分布式高可用数据存储非常重要的特性 包括多租户 异部的跨地域复制 然后分层存储等等 然后非常适合对大规模消息和流数据进行长期持久化的存储 最后的话呢 Posa其实是拥有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 你可以在Stream Native的Hub上面 找到大量的这个IO Connector 还有Portacle Handler 然后可以很容易的将Posa连接到其他系统 实现消息的流动 Posa还可以与当前最先进的数据处理引擎有深度的综合 包括Flink Spark 还有Pristal 方便用户对Posa内部的数据进行复杂的分析 那么作为一个开源的软件 上面的所有的特性都是Posa免费提供的 但是的确就是说想要在一个Seal的环境里部署一个生产级别的Posa集群时 然后并且充分地发挥这个Posa集群的能力的话呢 这并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 那就像这张图上所示 一个最小的Posa集群呢可能包含了一个Zookeeper的集群 它是用来存储这个Metadata 然后一个Bookeeper的集群 然后用来作为这个分布式的存储系统 还有一个Posa的Broker集群用来提供这个消息和流的能力 那么同样的如果需要将Posa包录到Live网络 我们可能还需要一个Proxy的集群 那么现在呢其实有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在云原生的环境里去使用和部署Posa 比如说在Kubernetes的环境中 但由于图中所示的这个样子 Posa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系统 这一切都需要这个就是一种简单且通用的方式来支撑Posa在云原生环境中的部署 那么从目前的这个社区和商业支持的层面上呢 越来越多的公司和个人都会选择用社区或者说公司维护的helm charts 或者说相关的operator来部署管理Kubernetes上面的这个Posa集群 当然了Posa诞生之初还是从消息领域出发的 然后我们通过云跟整个的生态打通 那么今天其实跟大家想要主要讨论的是在Posa的计算生态中的这个Posa function 那么在我们常用的这个大数据的计算里呢 大概分为三种 一种是交互式的查询 比如说就Grestle这种常用的场景 然后再往下的比如说这个P处理或者楼处理 然后这就是相应的Spark然后Blink这些都是用户常用的这个引擎 那么在上面这两种以外呢 Posa其实做的事情是提供了相应的这个IO connector 也就是说Sync和Source的支持 让这些引擎能够理解Posa的schema 然后把Posa的一个主题 就是一个topic当作一个表来读取和使用 然后function的概念呢 其实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重点 然后Posa function它其实是一个 相对轻量级的计算的引擎框架 然后跟上面复杂的这种计算的场景呢 它完全不是一个同样的概念 这个图可能比较的直观 就是内部呢 就是相当于把用户常用的消息场景里面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 然后呢就是我们提供了一个所谓的function的抽象 那么function的左边呢 会通过这个Posa Topic Source的这个实现来实现这个订阅Posa Topic的这个消息 然后中间呢通过用户提供的一个函数来进行这个消息的计算 然后最右边呢再通过一个Posa Topic的Sync 来实现把这个函数计算的结果 写回到Posa Topic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通过这种模式呢 我们这个就把用户常用的中间需要创造管理创建呀 管理啊然后调度副本数啊 这些功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基础设施来提供出来 这样的话就组成了一个Posa Function整个的一个概念 那么这个地方我可能会想要多提一嘴的是这个Posa Topic 那么大家如果对这个消息领域不是很熟悉的话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topic的理解为一个管道 它作为一个管道的抽象呢 它其实是一个载体 那么所有的数据都会通过一个topic做一个缓存 然后生产者会把生产的消息交给topic 然后消费者再按照生产者的这个顺序呢 从topic本来消费出来 然后就是一个管道的这个模式 当然更进一步的说呢 就是Posa Function它并不是要做复杂的计算引擎 它主要是想把Serviless的这个理念跟消息系统做一个更好的结合 让Posa本身呢在消息端数据端就能够复理很多轻量级的数据 常见的场景下比如说这个ETL或者说Application啊 都是很简单的场景 那么大概占到了整个数据处理量的一个60%到70% 然后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场景 比如说在IoT的场景下面可能会占到80% 90% 然后对于这些简单的场景呢 通过简单的方式处理 就可以Posa去构建复杂的这种集群 然后简单的计算都可以在整个Posa的这个消息端做完处理 然后把资源都节省下来 然后包括传输的资源 计算的资源都可以得到更好的节约和利用 有的通讯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 就是Posa Broker是负责提供这个消息和流服务的这个主件 那么它怎么能对提交的方式进行调度和管理呢 然后如何去提供相应的API呢 这里我们可能会引入一个侵入主件 叫做Posa Function Worker 然后Function Worker 它其实是依赖Tovic来存储这个原助具 然后通过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一些特性 来实现这个组存的架构 并且实现任务的分配啊 调度的功能 同时呢 Function Worker也提供一套完整的Vestful的API 然后用来提供Function的全生命周期的管理相关的接口 然后同时呢 这些相关的API也集成在了包括Posa Dominion Posa Cato这些的Client 2的工具中 默议的情况下呢 这个用户在使用这个Function Worker的时候 这个Function Worker其实是和这个Broker一起进行的 这也是目前社区的Helmclass提供的模式 然后这个模式有一些优势 它比如说可以更方便的部署和管理 然后适合呢在一些资源有限 然后非深度使用Function的用户的场景下去使用 同样的话呢 就是如果用户需要有更好的隔离性 然后避免Function Worker影响到多个集群的运行 然后或者说更深度和重度的Function的用户可以选择 两方式我可拿出来单独作为一个集群 然后通过这个集群来运行你的Function 然后但是这种方式没有很好的原原生部署和管理的一个最佳的实践 然后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然后在这个Day1的这种部署和配置上 然后也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在每天的这个日常认为上 我们在Streamative Cloud的初期 以及我们相关的这个商业客户 在这个初期也都验证过这种模式 商费的话其实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些我们曾经采用的一些图案 同时呢就是在各个Function Worker以外呢 它可以支持这个不同方式来运行用户提交的这个函数 通常情况下呢 这个Function Worker支持是从这个和Profit一起 或者说在Function Worker上呢 去运行用户提交的函数 然后也就是我们常数的这个线程和进程的模式 然后相对的呢 就是Function也可以更好的运行在云原生态环境里 就是Function Worker它有一个叫Kubernetes Runtime的这个实现 可以将函数呢直接把它打包成Stable Set 然后提交了Kubernetes的机群工具运行 那么可以看到这个图里呢就是一个正常的Polka的机群 然后当用户是用Kubernetes Runtime的时候 它所提交的这个Function它并不是运行在这个Broker 或者说Function Worker的容器中 而是单独的以这个Stable Set的方式去运行在整个 在这个同样的这个Kubernetes的机群里 然后这种方式可以更好的做到一些资源的隔离 然后也能从安全的角度去避免Broker 或者Function Worker同时运行这个用户上的代码 这样的一个风险 对然后呢就是介绍完了整个Polka 还有Function还有Function Worker的话呢 我可能想说就是随着我们随着Polka的这个越来越壮大 然后也随着我们在这个Function上的用户越来越多 然后我们也遇到了这个Polka Function原生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就是虽然我们有这个Kubernetes Runtime支持 但是并不能给这个Function带来原生的这种原生的支持和体验 像我们之前说的Function可以和Broker部署在一起 然后现在每个Broker都有一个Function Worker 对应的Function呢就有所有的这个管理和运维的接口 然后用户提交Function到Function Worker 在把Function的一些资源的原数据啊信息保存在Polka内部的topics里面 然后这在调读的时候会再需要告诉这个Kubernetes去topics里面去拿这个所谓的这个metadata 然后有比如说有多少个副本 然后再从原数据里面把它读出来 然后最后再把相应的这个数据这个部署成这个StorefulSets 然后这个过程其实有一些不友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原数据本身是存储在Polka里面的 然后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用户 他把Function Worker启动了以后 然后读topic本身的数据获取这个metadata 如果这个topic的如果对应的这个broker他没有起来 或者说这个就是没有available的话 那么会导致一个循环crush的一个状态 然后等到真正服务Function Worker的这个metadata的这个broker起来以后呢 这个这个这个整个的这个方式才会起来 另外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两部分的这个原数据就对吧 一方面的话就是提交到Function Worker里面的 然后放送到Polka里 然后同时会调到这个Kubernetes里面去 再把这个这个原数据又提交了一份 这样的话原数据的管理就会比较麻烦 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场景就是说 当用户只用这种比如说Copycato直接去管理一个 已经提交到这个Kubernetes上面的这个Function的StorefulSets的时候 其实这个PolkaFunction的这个Worker 它其实是不会有一个相互协调的机制的 第三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做扩容动态管理 谈性伸缩本来就是Kubernetes的一个优势 如果用户再做一种这样的事情的话 可能就跟Kubernetes是重复的一个过程了 相对的呢就是对于目前Kubernetes 团体上面的一些局限性 用户提交Function只能使用这种Token的方式 去和Broker进行认证和健全 这就导致Function的实力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 总会因为Token过期的原因而无法正常的使用 就是社区层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在PolkaFunction上面增加了一个叫UpdateAuth这样的一个选项 然后让用户去主动的去更新一个过期的FunctionToken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是我们很多我问过的最直接的可能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发现用户不是处理简单的一个问题 只用一个函数的 很多时候可能都需要把多个Function做一个串联 然后甚至说把SourceSync和Function连在一起 然后去通过多个函数去实现一个整体 来做这种所谓的运营啊或者管控或者具体的需求 然后用之前的模式就是说用PolkaFunction的这个模式的话呢 会需要维护很多的这个这个命令 然后去对每一个Function再做一个相关的串联 去维护对应的这个topic 然后这些之间的关系都非常的复杂 然后不能有一个很直观的描述 然后管理和运营会特别的复杂 所以在经历了这些叙叙多多的问题和坑以后呢 我们其实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案 就是把PolkaFunction带到云原生的环境中去 让PolkaFunction可以更好的使用Kubernetes带来的一些特性 并且让用户可以更简单的管理这种复杂的函数场景 这也是我们对FunctionMesh最初的一个愿景 那么刚才的那一个part呢 我们主要介绍了PolkaFunction还有PolkaFunction 在云原生场景下的一些现状 以及我们总结出来的一些痛点 那么接下来我刚给大家带来FunctionMesh相关的分享 FunctionMesh它主要的目的不是去做更复杂 或者全量的对所有计算都通用的这种框架 而是我们相反的我们希望提供一个更好的管理的工具 让大家能更方便的使用PolkaFunction 让PolkaFunction可以以一种云原生的姿态 运行在云原生的框架下的一个工具 那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多个方式是做参联的这种需求 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给用户提供服务 所以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简单的需求 其实我们在两年前的时候提过一个proposal 到这个PolkaFunctionMesh的社区里 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希望有一个统一的地方 可以让用户来描述这种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然后这样就可以这个很直观的看出来 比如说第一个Function的输入就是第二个Function的输出这样 然后他们之间的逻辑就可以通过 比如像YAML file这样的方式去做一个描述 用户就可以更好的去表达或者描述这种逻辑 那么假如我们再把刚才这个proposal和Kubernetes做一个整合的话 就可以结合上Kubernetes本来就有的调度还有弹性的策略 然后为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管理和使用的体验 那么从以上面的这两点出发呢 我们就基于了Kubernetes的operator框架 然后提出了FunctionMesh这个开源的operator 接下来的话呢我会和大家主一的介绍FunctionMesh几个相对核心的点 首先我会从operator的角度出发和大家分享一下FunctionMesh的CRB以及相应的controller Kubernetes的operator可以帮我们解决两个核心的问题 一个就是我们如何描述和提交一个方式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可以帮我们解决如何调度Function 对于第一个问题来说我们以这个Kubernetes的CRD作为恒星 比如说operatorFunction框架下的Function还有Sync还有Source 他们都通过CRD的方式来进行描述 通过CRD我们可以去描述Function的各种配置 比如说需要如何去做并化 然后怎么样去自动扩缩容 然后需要它多少的资源 然后输入输出的topic各种信息 然后这些描述可以让用户更容易的以Kubernetes的形式来表达一个Function 然后以此来打通这个Function在这个Goodness环境中的描述和提交 同样的就是为了解决之前提到的这种复杂场景下的多Function 参联的问题我们还额外提供了一个叫FunctionMesh的CRD 然后可以在一个单独的资源中描述整个的复杂的计算场景 通过Protectopics把FunctionSync和Source参联起来 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Mesh的应用场景 假设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个常见的CDC的场景 比如我们可以在一个Mesh中描述一个CDC的Source 假设它是一个DBZoom的MongoDB Source Connect 同样的我们还需要对这个DBZoom的Message做一下这个ETL 甚至可能需要做一些Filtering或者Routing的工作 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多个Function串联的这种应用场景 最后的话我们可能会需要将这个结果通过比如说像GDPC 这样的Sync Connect把这个消息传递到下游的Message中去 然后以此来完成一个完整的CDC 然后通过Mesh用户其实可以直接描述一个完整的过程 并且将这个过程的一次性的提交到机群中去运行 那么刚才提到的一个第二个问题就来了 就是当我们把一个Resource提交到Kubernetes上面去之后 Kubernetes如何知道怎么去启动这些Function呢 这里就需要涉及到另外一个组件也就是Controller Controller可以说是Kubernetes Control Plan的一个扩展 你可以理解为它是可以直接和Kubernetes API去交互的一个程序 那么它可以将用户在CRD中定义的配置映射到对应的Kubernetes的资源上面 然后也可以在机群的声明中期中进行管理 大概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所谓的Operational Knowledge 就是这样安全的这个Controller这样的App 因此就是他们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就进行和这个相关的服务进行操作 就像人类的这个工程师一样但是它的效率会更高更迅速 Controller可以观察这个Kubernetes资源的相关的事件 然后并且可以在发生变化的时候去触发这个Ripconcell 也就是进行这种调节 然后这个调节它其实是基于这个资源的实际状态和这个我们对它的这个期望状态进行的 也就是说每次调节它都会试图去减少这个实际状态和期望状态之间的差距 所以只要可能的话这个资源始终都可以达到这个期望的状态 同样的就是我们可以依换定时期或者其他的这种事件人来这个同样的也去触发这样的调节 所以可以说就是Controller因为这种特性的原因 使得他们可以在管理自定义的CRD的时候显得非常的灵活和强大 所以呢就是这张图上就介绍了一个完整的流程 就是用户可以通过亚冒文件来基于这个CRD对这个资源进行相当的定义 再通过这个KubiCuttle这个工具将这个资源提交到这个Kubernetes的这个机群里面去 然后呢这个Kubernetes的API会利用这个对应的Controller 来通过这个API4调度内部的资源 同时呢也会监控这个资源的改变 然后如果有CRD的描述变了 那么也会去根据这个改变再去更改相关的比如说POD的信息啊 或者说比如说去Coursera用POD 这样一来的话呢Function还有这个PosaCluster的信息呢 就会相对的更加的清晰 它们的关系也更加的清晰 也就是说我们不会在Posa的集群里面 保存任何的关于Function的原数据 然后Posa它集群只会作为一个数据的源头 或者说数据的出口 然后只是提供这个数据的管道的服务 而不会去设计到任何这个MetaData的关于 那么讲完了operator以后 我们再来说一下运行时 也就是说用户提交这个海域的固定存在什么样子的容器里 我们这里呢其实把它们叫FunctionWallet 然后如果就是您对PosaFunction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的话 那么可能清楚 就是PosaFunction本身是支持有多语言的这个开发和运行时的 比如它现在目前是支持Java PosaFunction会更 那么这些语言在运行的时候通常是和PosaImage一起打包分发的 然后如果在FunctionMesh中 我们把每一个函数运行的容器都用Posa的景象的话 这会是一笔很大的开销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PosaImage在2.10的版本之前都默认是在root全面上运行的 这其实在大多数的场景中 就是Function或多或少都可能是来自于第三方的这个程序 那么以root全线去运行 它势必会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 所以我们基于上述的考虑呢 就是我们在每个运行时都打包的时候 都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RundleImage来打包 所以我们提供了针对不同的这个语言的RundleImage 另外呢 然后我们也基于这些这个语言的 主要是基于Java的这个RundleImage 也对支持这个Sync和Source的这个Conduct 做了一个相对的集成 就是我们把这个RundleImage和StreamNative的 这个CI做的一个集成 然后使得每一次每一个社区或者这个StreamNative开发 或者StreamNative认证的Connect 都会有一个对应的独立的Image 那么方便用户在这个方式Mesh中可以直接去使用它 那么有了RundleImage以后呢 就是用户可以自定义的去选择他们提交这个函数的方式 既可以是基于我们提供的这个RundleImage 去把这个函数和依赖直接打包到一个新的Image中 然后提交到方式Mesh去执行 那么也可以直接和PosaPackageManagementService来交互 然后把这个Package上传到这个Posa的这个服务中去 然后再由方式Mesh调度 把这个方式Mesh下载到对应的RundlePod里面去执行 第三个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MeshWorkerService 其实我们做这个FunctionMesh的初衷主要还是为了使用 不能更方便的去用PosaFunction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然后之前的话呢 就是PosaFunction的用户可以通过这个WorkerService的一个REST 或者API做这个访问 所以在FunctionMesh中呢 我们也做了这个所谓的向前的兼容 然后去基于现有的这个KBIS的API的实现 我们对这个PosaAdmin做了一个打通 然后用户可以通过之前的 就是可以不改变这个之前使用这个和管理PosaFunction的方式 接着去管理FunctionMesh上面的这个Function 所以说就如果您不习惯去使用这种提交CRD的方式的话呢 然后依然可以通过这个MeshWorkerService 然后来拥有和之前一样的这个操作的体验 其实呢是我们在Posa2.8的版本的时候提出了一个 将FunctionWorkerService的功能出向成接口的这个Proposal 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接口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KBIS的这个API做成一个独立的WorkerService的实现 然后用户只需要将这个新的WorkerService和PosaFunctionWorker 一样的方式去部署到这个Posa的群群里面 就可以继续使用这个PosaDmin或者说PosaKartel 来管理FunctionMesh中的方式 当然考虑到一些特殊的场景以及这个Kubernetes的一些这个配置 然后我们也在WorkerService这个MeshWorkerService里面提供了更多的 可自定义配置的这个选项 而方便用户在提交和管理Function的时候 然后还可以也可以更好的去使用到Kubernetes的原生的一些能力 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罗列了一下现阶段 Mesh of Service和PosaFunctionWorker接口实现的一个差别 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实现了大部分的基础管理的接口 比如说Create、Update和Delete 然后还有呢就是Stateful的Function相关的这个接口 目前正处于在开发的阶段 然后我们计划也在进去就会支持 然后可以看到有两个功能 其实我们目前还没有支持 分别是这个函数的启动、停止、暂停 还有这个函数的trigger 然后对于启动、暂停呢 其实在当前的Kubernetes的场景下 我们其实很难从原生的环境里面去支持 比如说像scale to zero这样的操作 然后这就通常在当前的Kubernetes的环境里面呢 如果我们要支持的话可能我们会需要其他的组件 比如说像keda或者说knative 然后在不支持这种scale to zero的前提下呢 这个功能就其实和这个delete比较类似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在Kubernetes的原生支持 就是style to zero有更好的这个支持以后 再对这方面的API做相当的提醒 所以以上呢就是function mesh的一些基本情况 然后希望大家对function mesh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 接下来的话我还想单独提出来的一点就是 就是我想对这个pasa function 还有这个function mesh中的功能的支持情况 做一个简单的数和对比 这里呢是我们基于pasa社区中的这个pip 然后就是一个proposal 然后就是一个社区维护的function的功能矩阵的一个表格 然后我们通过和这个表格做了一个相关的对比 来确保这个function mesh能支持更多pasa function的特性和功能 在这里对比可以看出我们其实支持了包括schema呀 消息的加解密 资源限制可监测性 然后用户自定义配置 然后secret的管理和使用 还有这个有状态函数的支持 然后唯一我们现在还在做的就是这个window function相关的支持 然后相信我们会尽快把这个window function也 主要补存到function mesh中 最后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想了解或者上手方式mesh的话 可以访问我们的官网就是functionmesh.io 然后里面有非常完善的教程和文档 可以帮助你更快的上手和体验function mesh 另外也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我们 然后function mesh然后run the image 以及这个mesh over service 它全都是完全开源的 然后同样的话呢就是如果你想通过 比如说像olm或者说harm trust的方式 来安装function mesh operator的话 也可以在这个operator hub 或者说artifact hub上面找到我们的这个产品 同样的就是我们目前也正在做这个openshift的认证 然后很快的话大家也能在openshift中直接使用 就是经过我们认证的这个 然后经过这个harm认证的这个function mesh operator 刚才呢我们就是通过post function 然后function mesh然后阐述了function mesh的这个 是如何解决post function在云原生环境下的一些使用的问题的 接下来我就想和大家聊一聊 当我们把post function带入到云原生场景中以后 post function可以放大出那些新的魅力 首先我想说的就是自动扩缩容 function mesh其实是允许用户在sld的层面上面 直接去定义这个自动扩缩容的策略的 然后我们可以基于kubernetes的hpa 然后允许用户基于cpu内存 或者自定义matrix来实现不同层面的这种autoscaling 当我们借助比如说像prometheus matrix adapter这样的这个组件 然后将post a topic的matrix 或者说function自身的这个matrix 作为hpa的参考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成功的实现对不同场景下的这种 拨分拨拨的动态响应 这个图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当单一部分的function的消息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 hpa会及时的根据对应的这个matrix 开始执行这个scale up的这个操作 然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能将副本数扩充到十个 同样的话呢就是当消息压力降低以后呢 hpa也会相应的这个缩容 然后就能恢复到一个副本的这个状态 然后这种基于这个业务和消息压力的自动扩缩容 在posa function上面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而通过这个function match的话呢就可以很轻松的搞定 然后我们还有一篇相应的这个blog 然后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去这个链接去具体的 看一看 另外的话我还想提的一个点是安全 就是这里重点说一下网络层面的安全 就是在cubernetes中呢 就我们可能会需要面对很多的这种pod 对pod的通讯或者说pod对外部的通讯 那么对于function来说 其实有的很多的场景就我们可能会出行外部的代码 那么这种 那么如果在这种层面上面可以在网络上面做一些限制的话 就可以更大程度的保证整个集群的安全 function match在前阵子呢刚刚完成了这个和Esto的这个集成的工作 那么通过和Esto的集成用户可以很方便的去借助Esto的能力 然后通过这个authorization policy来定义这个pod的网络规则 比如在这里的范例中呢 我们可以允许这个function和这个post broker的pod进行通讯 然后从而避免函数呢去接触到其他的服务 比如说像bookkeeper 然后另外对于安全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借助cubernetes自身的一些安全配置来进一步加强function的安全性 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通过这个security context来定义用户的文件权限 文件系统的权限 然后配置进程的用户权限等等 然后我们还可以直接使用cubernetes的secret 然后也可以配置每一个function的service account 来避免这个function对这个cubernetes API有阅权保温的这种可能性 可能我在这里说了一些这个很多就安全相关的特性 这也是因为就是我在构建StreamNits to Cloud的时候 然后优先考虑的一个问题 我们其实在安全上面就是每一个组件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比如我们在run the image的层面去引入了long root的image 然后我们在controller的层面去确保function 能以非root的用户的权限去运行它 然后再为function配置了单独的service account 然后并且允许用户去配置每一个function和posa broker的建权参数 然后function mesh很大程度上能让用户以更安全的方式去使用posa function 这也是我们在开发function mesh的过程中发掘的另外一个愿景 最后我想说一下就是cubernetes的生态 当function mesh把posa function带入cubernetes的生态中的时候 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把更多好玩有趣的能力带到posa function中 比如我们之前提到的cad 或者说它可以更好的帮助posa function做autoscaling 甚至可以支持scale to zero这样的能力 然后比如说buildpacks 我们可以基于buildpacks 让function mesh可以在运行时去构建posa function image 然后这也可以允许用户直接去上传代码 或者说通过gethubwebport的方式去提交posa function 甚至说我们可以和grasslet来结合 然后把webassembly和rest带到posa function中来 种种这些我们通过cubernetes的生态看到了posa function有更多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也希望这些更好的让posa function服务于更多的场景中 最后呢我就想之前提到的朋友面面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然后也和大家介绍一下function mesh未来的一些规划 简单总结一下的话就是说function mesh 它可以更容易的让用户管理复杂的posa functions 同时呢也可以让posa function享受到全能力的这个cubernetes的调度器 另外的话呢我们也将posa function带入到了云原生的环境 让function作为这个第一公民的身份呢运行在云原生的环境中 这样可以让function享受到整个生态的优势 另外的话呢通过posa function mesh 我们可以把posa function和posa cluster做一个分割 它们可以跑到不同的集群中 这个其实对整个资源的调度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posa function单独运行在这个计算一级型的服务集群工具 最后的话我想说一点关于这个方式mash的未来计划 除了更多的和这个生态融合以外呢 我们也需要能从operator的层面去提升方式mash的能力 比如它的可监测性然后controller的自动库缩容等等 另外的话我们也会确保 与posa function的这个功能的对齐 保障用户函数的这个体验是一致的 然后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希望可以提供一个更好的工具 来协助用户去编排这个mash的资源 然后可以更容易的去构建一个完整的workflow 另外我们可能还会在未来去支持vpa 然后方程可以在这个资源的这个层面上面去做动态的过缩容 那么好 以上就是我本次的那个分享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喜欢 非常感谢